二十多年来 黄爸爸喂饭的手 多了青筋和皱纹 孩子长大 他变老了 但家中的一双儿女 都是重度脑麻 行动无法自理 儿子阿正的吞咽功能差 容易呛到 每一口饭菜下肚 就边咳边吃 小阿正四岁的妹妹小琪 出生时和哥哥 遇到同样的状况 盐雾皆生 导致脑部缺损 兄妹俩 一直都是黄爸爸黄妈妈 亲手照顾 这没人要生的 这个小时候是送到屏东 高雄市没有一家 机构要说他 他们说没有人类 兄妹俩都是重度脑麻 无法行走 没有学习能力 不会言语表达 一个家中两个脑麻儿 父母流完泪 需要的是更多 面对现实的力量 黄爸爸平日上班负担家计 黄妈妈除了带儿女就医 附健 就是在家中忙着照顾两个大孩子 因为抱他会流汗 不管冬天夏天都会流汗 要用很多力量 每天抱着女儿从轮椅到附健床 帮他翻身按摩 再把女儿抱上辅助站立架 避免久坐久躺 黄妈妈的一天在客厅来回忙碌 而黄爸爸更担心的是 六十岁的夫妻俩 渐渐力不从心 晚上我差不多两个小时 要起来一次 这个是对我 以前年轻他不感觉到累 但是现在是感觉到 他在叫的时候 你一定要起来帮他翻身 不然他没办法睡 在日照中心里 学着爬行走路的大孩子们 都是比较轻度或中度的脑麻儿 这些帮助他们练习平衡 激励的动作 每天都要重复一遍又一遍 所以每个孩子初次接触 在跳跳场都是哭哭的 那小孩子哭 坦白讲家长也都跟着哭 因为觉得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做不到 家长又是挫折又是伤心 王刚凤曾经也是一位伤心的妈妈 她和一群脑麻儿家长 共同成立磐石社福基金会 为脑麻儿争取社会福利 和照顾 她一路辛苦 照顾患有脑麻的女儿 欣喜看到女儿 进了神学院念书 但遗憾还是发生了 不好的言语的对待 还有同学之间 还有整个社会大众 给予的一个异样眼光 让她觉得她在生命 这么努力之下 仍然得不到很多的支持 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她用自己选择离开我们 失去女儿很痛 但王刚凤还要继续当其他家庭的支柱 在屏东筹建的飞扬天使庇护庄园 已经完成上梁 为了让高平地区 极重度的身心障碍孩子 能有全天候的完善照顾 也让逐渐老去的父母们安心 6500万的建造资金 还在努力筹措中 这也是脑麻儿家长们 最深切的期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